阿尤 李志恩終於抵達台灣啦 頭戴黑色鴨舌帽 黑口罩和黑上衣 跟鏡頭揮揮手 要上車還遇到小插曲 有粉絲要簽名被擋住 還有婦人看到大陣仗不知所措 被阿尤的保鏢溫柔緩緩請走 而李志恩一上車 接下來這一幕好溫馨 阿尤 給你 有人地出友誼的橋樑 小泡芙 阿尤 馬上伸手接過 還秀給鏡頭看 是巧克力口味 連牛奶口味都有人準備 兩種味道一次滿足 阿尤 也馬上從保鏢手中接過 簽名連假週末兩天 即將在台北小巨蛋開場的他 提早一天中午就從韓國仁川機場出發 心情從那時候就看起來相當不錯 現在落地台灣就粉絲線上招牌小泡芙賜號 只盼女神能夠開心度過在台灣的時光 但是同樣大咖要來台 高雄的拼盤演唱會 粉絲卻很擔憂 主辦發出公告原本沒有開賣的高雄市域二樓看台區 將會在四月六號公佈購票資訊 但是離演出的四月十三就剩下一個禮拜的時間 讓粉絲哀嚎好像太晚宣布 畢竟九族大開韓星都要降臨高雄 說什麼也要搶到票見偶像一面 TVBS新聞林志偉林宅林文綜合報導